字幕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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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Bernard 我會在這個頻道 跟大家分享音樂 和著視音樂的知識 如果你不想錯過我任何的影片 記得在角落頭 訂閱我這個頻道 這集 我想跟大家分享 什麼是Modes 當你嘗試在網上或者書本上 去看關於即興課題的時候 你往往會見到關於Modes的內容 有人認為 只是著視音樂即興才會用到Modes 但事實上 不單是著視音樂 即使在不同類型的音樂上 都可以運用到Modes 那Modes是什麼呢? 在音樂上Modes的歷史和運用 可以追溯到中世紀 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慢慢自己Google 我在這裡就不會和你慢慢漫遊歷史 Modes 你都可以理解為一種排列的模式 所以我們可以把Modes 理解為一個音階的排列模式 在一個Major Key裡面 並不是只有一個Major Scale 在它裡面 實際上是有七個不同的音階模式 Modes 分別是 Ionian Dorian Phrygian Lydian Methylydian Aeolian 和Locrian 而在不同的Modes裡面 它的全音和半音的排列 是會有些不同的 好像在一個Major Key裡面 我們會有七個不同的chords 而這些的chords 也都會衍生出對應的Modes 這樣樂手在即興的時候 會按照那首歌的chord progression 來使用不同的Modes 而有關即興的時候 怎樣去運用這些Modes 我會在其他的video裡面 去跟大家分享 但今集主要就是 先讓大家去認識一下 這七個不同的Modes 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Modes 可以說是由chords衍生出來的 當我們去看看這個chord的結構 你會見到裡面有root 三音、五音和七音 而當我們將這些的音 放在scale裡面去理解的時候 我們都會見到這些chord notes 其實也是構成這個scale的主要結構音 而這個chord的root 就成為了這個scale的tonic 又或者在mode的理論裡面 我們會叫它做final 而其中的第二、第四和第六度音 就會被視為passing look 在這裡我想說的第一個mode 就是Ionian mode 這個mode是由major key的第一個音開始 所以這個Ionian mode 其實就是我們所熟悉的major scale 一般來說它是會配合major key的tonic chord 即是一chord來運用的 至於第二個mode Dorian mode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 由2chord衍生出來的mode 就是說它是由major key的第二個音 開始的mode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叫它做ray mode 這個mode聽起來是有點像minor scale 因為它開頭的五粒音 是跟我們的minor scale是一樣的 所以它會帶給人一個憂鬱的味道 我們可以用一個這樣的結構去記它 就是1,2,然後flat3,4,5,6,然後flat7 第三個mode就是free jam mode 我們也可以叫它做me mode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個flat2 即是minor second 這個音會令到整個mode聽起來不是很穩定 再加上它的flat3,minor third 令到它都會聽到有一個minor的味道 相對於其他的mode來說 它算是比較少用的了 而它的結構就是 1,flat2,flat3,4,5,flat6,和flat7 至於第四個mode是Lydian mode 或者我們叫做far mode 這個算是一個很經常用的mode 因為它有一個major third和major seventh 令到它整體上和major scale的效果很像 而有同時間它又有一個sharp4 即是tritone作為一個特色音 很多時候我們會把這個mode和major seventh chord 拉上關係 而它的結構是1,2,3,sharp4,5,6,和7 由於這個dominant seventh的關係 第五個mode,maxolydian mode 成為了其中一個最常用的mode 當然另外一個常用的mode 就是和2 chord拉上關係的dorian mode 當我們說回maxolydian mode 它其實和major scale都是非常相似的 只不過它比起major scale 就是多了個flat7音 令到它可以產生一個dominant seventh的效果 因此它的結構會是1,2,3,4,5,6,和flat7 至於第六個mode,aeolian mode 我相信大家不會陌生的 因為它就是我們所熟悉的natural minor scale 它和dorian mode來說 最明顯的分別就是第六個音 多了個flat6 在這裡我們會看到它的結構是1,2,flat3,4,5 flat6,flat7 和flat7 而第七個mode,locarian mode 就是T mode 它是七個mode當中最不穩定的一個 因為你會看到它有個flat2,minor second 同時也有flat3,minor third,flat5,tritone,和flat6 這些都是一些不穩定的音 所以這個mode並不常用 我們看看它的結構 是1,flat2,flat3,4,flat5,flat6,和flat7 好了 我們介紹了這七個不同的mode和它們的結構 正如我剛才所說 mode和它相關的chord 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當我們玩jazz的時候 我們很經常彈25chord 或者251chord 在這裡 我們會看到 如果我們是用25chord的話 其實我們是用相關的dorian 和mesolidian mode 我們就以這個c major為例 c major以e chord是dminor7 5chord是g7 當中的這個dorian和gmesolidian 其實都帶出了一個c major key 而你都會看到它的音的構造 基本上就是c major裡面的音 如果我們看完其他key的話 你都會看到 那些的e5chord所帶出的dorian 和mesolidian mode 其實都是和它的major key是相關聯的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了 mode是甚麼 以及它和cord的關係 我會在其他video裡面 去和大家講一下 如何去運用mode 在你的即興裡面 如果你喜歡我這集的內容 記得去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次見 拜拜